天津倒丢夺牛 有人说天津在政治上不如北京 在经济上它不如上海 天津有什么了不起的 听木子说完呀 你就明白了 天津是天子朱棣的杜金之地 因而取名天津 如果把中国地图比喻成一只熊鸡 天津正好位于咽喉部位 它东临渤海 北一咽山 西靠首都北京 其余呢 均以河北相连 是我国古代 唯一一个有确切建成时间记录的城市 是海河五大支流入海口处的汇合处 素有呀 海河要冲 九河下哨的说法 天津还是国家中心城市 我国第二个国家级的新区 我国北方呀 首个自贸区 中国近代优正的发祥地 是中国相声团体最多的城市 德云社的创始人郭德纲 他就是天津人 一个天津的面积相当于15个纽约 20个首尔 113个巴黎 这里呢 有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 天津之眼 世界等级最高 中国最大的人工港 天津港 全世界最昂贵的房子价值就是8个亿的瓷房子 世界上最浅的地铁 天津地铁最浅的地方呢 仅仅呀 只有三米 世界地势亚洲第二高塔 天塔 它还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水中之塔 创下了11项世界之最的天津 117大厦 迄今为止 全球最高的妈祖像 滨海 妈祖像 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 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洋博物馆 被称为呀 海上故宫 天津的盘山 就连乾隆看了都留下了早知有盘山 何必下江南的感叹 天津呀 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 只不过是600多年的时间里面 创造了无数个中国之最 在教育方面 天津诞生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天津大学 中国第一所陆军军校 天津五倍学堂 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 南开大学 我国创建最早的中学 中国最早的法政大学 我国最早的警察学校 那可都在天津 天津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只不过是呀 我国第一个出现公交车 我国第二个有地铁的城市而已 天津呢 只不过是生产了中国第一台电视机 中国第一只手表 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 中国第一辆公交车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而已 天津确实没啥了不起的 只不过是有着中国保存最完整的阳楼建筑群 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的五大道 天津呀 只不过是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武术宗师货原甲 中国近代第一位才子李淑桐而已 大家熟知的 哪吒闹海 它就发生在天津 经历过古代金戈铁马沙场敖战 也曾与近代群惠翠引领风骚 更在新中国中脱胎换骨一步步进化 一次次蜕变成就了今天的天津 观众木子让我们为了不起的天津点个赞吧 乾隆帝宫有一具女尸几百年都没有腐烂 那么她到底是谁呢 今天木子呀就来到了乾隆皇帝的御陵 去看看这里面一共葬了几个人 这个没有腐烂的女尸到底是谁 跟着木子出发吧 咱们一镜到底 走了 出现在我正前方这所建筑呢 叫做下马碑 它写的是什么字呢 大家来看一下啊 从上往下数 官 元 人 等 至 此 下 马 满 猛 汉 三种文字记载 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在乾隆皇帝驾崩以后呀 后世官员还有后世的皇帝 他们在来东陵祭祖的时候呢 到这个地方呀 要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 在步行走到里面呢 去为乾隆皇帝祭祖 咱们继续碗里走吧 看一下我左手边 这个建筑呢叫做神道碑亭 里面呀记载了乾隆皇帝的庙号 还有侍号 乾隆庙号是什么呢 乾隆皇帝呀成为高宗 侍号呢是纯 因此乾隆皇帝也称为高宗纯皇帝之灵 来咱们把视频呀照一下里边 让大家看一下 来看一下我的左手边 这所建筑呢称为是茶膳房 当时呀为乾隆皇帝驾崩之后呢 做奶茶的地方 右手边呀叫波波房 就是咱们吃的点心 但是满族人不能掉点心 他们呀管点心叫波波 因为满族呢是游牧民族 生活在草原上呀 骑马射箭 生活劳作离不开马 把马呢是为神物 如果射箭 箭点到动物的心脏 会点心流血而死 因此呀 他们不管点心叫点心叫波波 咱们继续出发吧 现在呀我们就算真正的进入到了乾隆皇帝的御灵了 来大家看一下正前方 这个呢叫龙恩殿 乾隆皇帝呀 他的灵寝呢是在乾隆33年开始修建的 他的灵寝主体建筑用了九年时间 但是整体建筑呀修建了57年才建完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没死 皇陵啊不能竣工 那么乾隆皇帝呢又非常长寿 所以他的灵寝呀修建了长长的57年 可以说多半个世纪都在建灵 那么现在呢咱们继续往里走 到他的龙恩殿去看一下吧 大家继续往前走呀 咱们会看到一块丹壁石 昨天咱们去慈禧陵 看到的丹壁石呢是凤上龙下 这个呀才是正宗的凤左龙右啊 代表什么呀龙凤成祥呢 过去社会呀都是男尊女卑嘛 你看这凤皇呀 他要低于皇帝的 这个叫丹壁石 又叫龙凤彩石 现在呀咱们走进乾隆皇帝 玉陵的龙恩殿去看一看吧 大家来看一下啊 知道这是什么吗 好好看看啊 这个就是在1928年 河南军阀孙内英啊 盗完乾隆墓的时候剩下的 因为当时乾隆帝宫有水 后来呢他拿筛子往上端珍宝呀 没有端干净 因此在后来收敛的时候呢 剩下了一小部分 其中有一个小兔子 小兔子咱们再看一下啊 正前方第一排第三个 那是个兔 那兔是什么意思呢 当年乾隆皇帝属兔的 所以说呀 地宫里放个小玉兔 知道这是什么啊 这个叫鸭舌板 叫玉蝉 乾隆在去世之后呀 他的嘴中呢 要含个东西 叫含口 也叫鸭舌的东西 那为啥要压个东西呢 人死不能空口 到地狱啊 不能乱说话 知了呢 金蝉搓窃 有重生之意 这边都是垒色的工艺啊 全都是金器 还有这个珊瑚珠呀 好多好多 全都是乾隆立功出土的 然后咱们再继续到这边来看一下 走了 这首诗咱们不得不讲一讲 看一下乾隆皇帝的诗做的呀 其实挺多的 乾隆一生当中做了四万多首诗 超过了整个全堂诗 那么这个诗是什么意思呢 乾隆皇帝最爱的妻子 孝贤皇后傅察氏 死于乾隆十三年当时 在乾隆皇帝东旬之时呀 他去世了 因为他为乾隆皇帝生下了四个孩子 最后去世了三个 最后一伤心呢 在去山东东旬回来的路上 就去世了 之后乾隆皇帝就来到乾隆帝宫啊 那为他夜灵的时候 做了其中一首诗 勿尘金鬼位 往事梦同伦 了时生归灭 宁之西取孙 同边常记得 永向上凡恩 七七成何意 无需皆惜存 什么意思呢 乾隆皇帝出井生情了 看到了孝贤的观果之后呀 就落泪了 说从你去世到如今 已经十五年了 你我的往事呢 就如梦境一般 历历在目 现在我们的儿孙呀 都已经成群了 孙子呢 都已经娶去生子了 过去您在世之时呀 贤良淑德后宫管理的 津津有条 现在后宫 还是您在世的样子 但是有什么用呢 你已经不在了 所以说呀 乾隆还是很痴情的 一位皇帝 这个乾隆皇帝 灵寝在建的时候呀 用的也都是金丝楠木 看一下啊 帝王之家嘛 修建灵寝呀 肯定要用最好的建筑材料 现在呀 咱们来到了 乾隆皇帝灵寝的 后半部分 看一下啊 我们在参观 其他灵寝之时呢 都是设的平桥 唯独乾隆皇帝灵寝呀 设了三座玉带桥 什么意思呀 而且这个地方呀 又非常独特的 标了一个靠山龙 其他灵呢 一般如果有的话 都是报骨寿 靠山龙是什么意思 如果当官的有靠山 他会官运横通 做生意的有靠山 裁员广进 老百姓有靠山 不挨欺负 那么大家把靠山 两个字呀 打在宫廷下方呢 祝大家官运横通 裁员广进 不挨欺负 接下来呀 咱们继续参观 乾隆皇帝的御灵 这个门呀 咱们最好不要走啊 这是过去乾隆驾崩以后 台关国走的门 中间这个 咱还是走人门吧 走走当年乾隆皇帝 活着的时候走的门吧 这门才是活人走的 中间门不要走啊 进入灵寝之后呀 咱们看到正前方 又出现了一个门 这个门呢 称为二柱门 也叫功德门 但是道光皇帝就没修建 为啥呢 道光时期在1840年 发生了鸦片战争 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 最后呀 他认为自己呢 功细不能和 列祖列宗相提并论 因此他说 自我之后的皇帝灵呢 不再修建 功德门 这所建筑呀 就不得不介绍了 它叫做什么呀 十五贡 大家来看一下啊 中间是香炉 花瓶 辣台 一共五个 寓意呀 皇家香火勇望 鲜花盛开之意 在清朝时期呢 还有一个名字 皇家女眷直不台 为啥女人不能走了呀 过去女人地位低嘛 三品官员以上的 还有皇帝呢 是允许走过这个台子的 可是女人呀 就不能走过去了 她只能停留在这 等待皇帝 叶娃玲了 再一起回到京城 那么现在呀 咱们就走进前楼的地宫 走吧 现在呀 咱们就来到了前楼的地宫 绕过这个古洞门呢 就可以走进去了 走吧 咱们出发 咱们现在去看一看 孙爹应是在什么地方 下的地宫 在哪炸的洞 走吧 这个院落呀 叫月牙城 那当时也叫雅不院 你把视频照进去 来看一下 把视频放大 看见这个琉璃下方了吗 红砖那个位置 对对对 红砖那个位置呀 就是当年孙爹应用炸药 把这个地方炸了个木道 然后呢 从那走进了地宫 现在呀 咱们走过这个通道呢 就可以抵达乾隆地宫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台阶呀 并不是清朝所建 清朝时期呢 这个地方一直呀 是平铺过去的 在那时全是垒的大青砖 那么这个乾隆地宫啊 它的深度达到了54米 落空的面积呢 是372平方米 当年孙爹应到完慈禧灵之后呀 他觉着这个乾隆皇帝吧 生前呢 那么有钱 而且他的地宫里边 应该也是陪葬了大量的珍宝的 所以说带着军队呀 又来到了乾隆地宫 可是这个乾隆地宫里边呢 一共安葬了六个人 其中一位是乾隆 剩下两位呢 有孝仪孝贤 两位皇后 哲敏 舒家 慧贤呀 还有三位皇贵妃 那么他们六个人 当时遭到了什么样的盗局呢 咱们在地宫为大家来讲解 这个是乾隆皇帝领请的第一道石门 看一下啊 一个高三米的门上边呀 他雕刻的是文殊菩萨 因为当年呢 乾隆皇帝呀 他是属兔的 他呢又信佛 他的本命佛呀 又是文殊 因此呢雕刻了文殊菩萨 在乾隆灵请的四道石门的两侧呀 都有菩萨 你看一下啊 有观世音 日光 月光等 在门后呀 还有四大天王 看见了吗 又称四大金刚 他的手呀 已经被摸得包僵了 另外咱们再看一下 在乾隆皇帝地宫里面的墙壁之上 没有任何一处是空白的 都是有石雕刻的 藏文 还有这种梵文 两种文字达到了三万多个字 至今无人能解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呀 是乾隆皇帝的灵寝 第二道石门 看一下啊 咱们再继续玩意走 这个就是第三道石门了 来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日光菩萨 还有月光菩萨 但是这个不得不讲了 来咱们照完菩萨呀 把视频再转过来 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水泥的 并不是清朝所建 清朝时期呢 都是爱业青石的 那个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是水泥的呢 因为1928年 孙殿英啊 在盗墨的时候 他把前三道石门 全部正常打开 可是到了最后一个门的时候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打不开了 最后呀 他顾气重演 又拿了一包炸药 把炸药放在这 将其炸开 大家来过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1928年 孙殿英用炸药将石门炸开的 一个什么呀 刀墓的一个罪证了 那么他把这个石门炸开之后呀 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乾隆地宫呢 安葬了六个人 但是乾隆的光果 却从这个宝床上方漂浮下来 顶在了石门的里色 因此呀 他门打不开的原因呢 是这个 而且当时据记载 这个地宫的积水呢 达到了两到三米之深 现在墙上 还有积水的一个痕迹 那么乾隆地宫 葬了五个女人 还有一个皇帝 为什么偏偏 乾隆皇帝飘落下来呢 距今呢 都是未解之谜 他在1975年的时候呀 又下来一次 顶到了第三道石门的旅策 那么当年孙聂英来了之后 把六具光果全部披坏 将珍宝呀 盗绝一空 后来溥仪在天津发现之后 也是派了清朝老臣 宰泽等人来东陵善后 当时在善后的时候呀 他们却发现了 有一具没有腐烂的女尸 躺在这个地方 乾隆地宫葬了两个皇后 三个皇贵妃 那么为什么这具女尸 她没有腐烂呢 说当时她笑容可居 头发有脱落 牙齿呀也有脱落 后来他们根据死者的 这个夏末特征 还有这个年龄呀 他们当时推算呢 说这个女人呀 她是死在了1775年 而且她是谁呢 她就是魏英洛令妃 也就是乾隆皇帝最爱的令妃 嘉庆皇帝的母亲 她是死在了1775年 那么至今她到底是否腐烂呢 也看不到了 而且现在呀 她就放在了这具官国里面 施红格格 折米皇贵妃的官国里面了 这个呢 就是乾隆的官国了 大家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宫呀 还有很多谜团 然后什么文字之谜呀 女士不符之谜 还有乾隆皇帝的官国 为什么飘下来的谜团 咱们直播间聊一聊吧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了 据说慈禧死后20年 她的尸身竟然没有腐烂 她的嘴上呢 让孙大麻子孙念英 在盗墓之时 将她的嘴角划开一个 大约三公分的痕迹 那么今天呀 咱们就来到了慈禧陵 从这里呢 走进她的地宫 看看她的灵寝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慈禧是1835年生人 1908年去世 那么死后呢 就葬在了我身后的 这座定东陵 说她灵寝里面的一根柱子呢 就价值几十个亿 咱们到里面 看看到底是不是 在我身后这所建筑呢 它叫做小碑楼 也叫做神道碑亭 里面呢 记载了慈禧的嗜好 长长的嗜好 达到了27个字 孝亲慈禧 端幼康仪 昭玉庄成 寿宫亲县 重夕佩天 兴圣县 皇后之灵 长长嗜好呢 就写在了这座碑楼里面 咱们继续玩了走 这边这座房子呢 叫做神厨库 是当年慈禧死后呀 为其做贡品的地方 可是慈禧死后只有三年 大清朝就灭亡了 根本没有人给他做过贡品 咱们脚下踩的这个桥并不是活人走的 在当年慈禧去世之后呢 从北京抬到东陵 就是从这个地方把光过抬过去的 它称为神桥 这好久没有来看慈禧了 这桥太光了 险些给他磕了一个头 咱们继续往里走吧 来那检票 现在咱们就算真正的 进入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了 带大家呀 看看里边的三绝 到底有哪三绝 慈禧陵呢 当时以三绝著称一世 金绝 木绝 还有石雕之绝 那什么是石雕之绝呢 咱们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大家看看啊 这个建筑呢 它就是石雕之绝了 它是什么呀 龙在下 凤在上 咱们平时看到的皇陵啊 还有北京故宫呢 都是凤左龙右 但是慈禧呢 就是凤鸭龙的格局 而且这个石雕 它是高夫雕家透雕的石法 咱们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啊 它都是在柱子上边呢 雕有凤黄 下边呢 鸭的是龙 而且是一凤鸭两龙 这边一条 这边还有一条 代表慈禧曾经呀 两次垂帘听证 一个呢 是他的儿子同志 一个呀 是他的侄子光绪皇帝 所以说呢 慈禧是鸭两位皇帝 非常独特的 凤鸭龙的格局 称为石雕之绝 咱们再到里边去看一下 木绝还有金绝 现在咱们来到了慈禧太后 定东陵的龙殿 大家看一下 什么感觉 金币辉煌啊 当时在建的时候 用的都是黄金 那么大家看看啊 这样的龙的柱子 就达到了64根 上边的龙呢 还有天花板都是金龙的 它都是金龙 何西彩画 而且再看一下墙壁 这边走 过来看一下 慈禧灵的三大殿的墙壁啊 全都是扫金的 看一下啊 这个图案是什么呢 中间是一个几何变形的寿字 四周呀 飞翔着五只蝙蝠 这个地方呢 是武则天命名的 万字不到头 边上呀 是一个寿带 整幅图案呢 是福寿绵长 江山万代之意 而且三大殿 当时用黄金就达到了 4592两 一钱四分零三毫 在那时呀 黄金是16两位一斤 折合到现在呢 正好是将近300斤的黄金 来装饰三大殿 就连明清两朝 24地登记的太和殿 也望尘莫及 这个呀 就成为了金绝 那么现在咱们看看 什么是木绝 这个木头不得不看一下 我们平时看到最豪华的灵寝呀 用的都是金丝楠木 可是这个呢 慈禧灵用到的却是黄花梨木了 黄花梨木到底有多值钱 1990年 李瑞环在来到东陵的时候 他评价黄花梨木呀 达到了18美元一公斤 2001年的时候 这个呀 又达到了是9000元一公斤 因为黄花梨木在明清两朝 都是皇帝呀 用来做高等家具的 那么古今中外 用黄花梨木来修建宫殿的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堪称一绝 太豪华 太奢侈了 慈禧灵三大殿的黄花梨木的地柱 达到了64根 而且每根柱子上面呢 都镶嵌有金龙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龙头的这个龙须呢 在当时大殿打开的时候 有风一吹的时候 龙须呀 自然摆动 活灵活现一般 可是呢 在1928年之后呀 全部被孙殿英所盗绝 那么不止慈禧灵三绝奢侈 他死后的安葬的地方呀 更是陪葬了大量的珍宝 现在呢 咱们就去他的地宫去看一下 走了 现在呀 咱们马上就进入慈禧太后 灵起的后方了 大家看一下 在我身后有三个门 这个呢 称为灵起门 但是这三座门在当时可不能乱走啊 中间的门呀 一直没有开放 只是呢 当时在慈禧死之后 把他光果抬过去的时候 开了一次 自此之后呀 再没有开放 那么如果活人来了 走哪里呢 这边走大臣 那边呀 是走皇帝 中间是则死人的 所以说左君 右臣 中间走神 咱们继续往里走 快快快看 这就是慈禧太后安葬的地方 现在呀 就躺在地下宫殿之内 咱们马上进去看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慈禧太后的一个坟头了 在过去呀 叫宝顶 老百姓呢 叫坟头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 她的坟头一棵草都没有长 是不是 慈禧当年不让啊 说我的坟头呀 坚决不能长草 落草为寇不吉祥 那么1928年河南大军阀孙殿英 再来东陵档幕的时候 在坟头上方呀 用岗呢 刨了好久 可是最终他也没有找到地下入口 怎么办呢 当时在身边呀 有一个士兵给他出了主意 而且呢 在当地呀 又抓了好多守灵人 问他们说地宫入口在哪呢 可是当地的人呢 却一问三不知 说我们只是守灵人 根本不知道 从哪里才能下到地下宫殿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中有一个守灵人说话了 他当时怎么说的呢 说呀 我们 虽然不知道 你找当年给慈禧太后 修灵磊墙的人 不就知道了吗 可是上哪去找呢 当时他们已经被处死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 守灵人却说 有一个姓江的实将 他并没有死 为什么江实将在当时 没死呢 这个江实将在当时 1908年的时候 慈禧一去世呀 呃 他那会是40多岁 后来呢 年纪不小了 娶了一方媳妇 生了个孩子 没想到在1909年 慈禧太后呀 就上东陵入葬了 可是呢 他一入葬 必须呀 要垒上一堵墙 把他呢 永远封在里边 那么这个实将在来干活的时候 他走了神了 又想他的老婆 又想他的孩子 说如果将来位太后 把灵建好了 自己呀 再死在这个地方 那可就不值了 一不留神 石头掉在了身上 砸得流血呀 疼痛过度 晕厥过去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黄灵是不能死人的 他们当时把张实将 抬着就扔到了山的那边的 乱坟岗里面去了 这个张实将呀 在第二天清晨呢 他苏醒过来了 一看自己没有死 后来就隐姓埋名了起来 因此呢 清朝在1911年灭亡之后 他大胆的可以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 也不用再隐藏了 可是在1928年 军阀孙殿英在盗墨的时候呀 又把这个人给找来了 当时问到他 说你知不知道在哪能下地宫呢 最后没办法 他被威逼之下 告诉了孙殿英 从哪才能进入地宫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从哪个地方 才能走进 慈禧太后的地宫之内 从这个台阶往下走呀 就能抵达 慈禧太后的地宫了 来 咱们下去看一下 来 来 大家看一下啊 咱们现在就真正的来到了 慈禧太后的地宫之内 这个地方呀 称为木道炫 那么1928年 孙殿英在盗墨的时候 通过这个僵石匠的指点 他们从哪进来的 来 再把石银调过来 看一下 这堵墙 这个呀 是木门 在当时呢 它叫金刚墙 这个墙是在慈禧 去世之后 安葬完毕呢 把墙雷死 因此呀 一墙之隔 谁也进不来 什么人也出不去 那么当时在僵石匠的指点之下 他们就是从这儿进来的 进来之后呀 把第一道石门炸开 看一下啊 现在还有被炸的痕迹 看一下 这就是当时他们盗墓用炸药炸的痕迹 现在呀 还依稀可见 第二道石门呢 并没有炸 是正常打开的 因为后边呀 有顶门石 这个呢 还有石槽 现在看一下啊 这就是慈禧太后的棺果了 那么这些匪兵 来到了地宫之内呀 他们当时呢 就把太后的棺果给劈开 这个满族人的棺材呢 都是两层 外围果 内围棺 劈开以后 一看叫里边 特别多的珍宝呀 他们当时呢 非常眼红 但是同时呀 又非常害怕 看见了慈禧太后的尸身呀 没有任何的腐烂迹象 而且呢 面目如生 后来他们当时呢 为了盗取珍宝 就把此意的尸身呢 拿出来之后 扔在了这个方向 来 过来看一下 他们当时把此意的尸身 就扔在了这里 后来将光果的珍宝呢 盗绝一空 48天之后呀 溥仪在天津发现 派清朝老臣 来东陵收尸的时候 他们刚走到地宫的入口 就闻到里边呀 有一种腐臭的味道 从外边走进来之后 就发现慈禧在这 被一个木板子压着 上身裸露 下身穿了一条裤子 还有一只袜子 当他们把太后的尸身 翻过来的时候 发现他的左侧嘴角呢 有一个大约三公分的刀痕 用刀子拨开的 胸前长了拳头大小的尸斑 还有一寸的长白毛 样貌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么他为啥死后被毁容 而且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孙弟英雅在盗墨的时候 他为了盗取他的口中的夜明珠 因为人死嘛 嘴呀是打不开的 后来他们当时把牙敲掉之后 将这个嘴呢 给豁开夜明珠才弄了出来 所以说是被毁了容 后来宰泽等人把慈禧的尸身啊 全部收敛完毕 又草草入恋 这是第二次入恋 但是万万没想到呀 在1984年的时候 再次将光国打开 为什么打开呢 给他进行防腐处理呀 因为在1928年打开的时候呀 他尸身不服 而且呢 就是像活人睡觉一样 所以他们认为 在84年是不是也没有腐烂 后来把光国打开之后 一看呢 他变成了一具完整的干尸 身高据测量是一米五三 那么据推测 他身价的身高呀 大概在一米六零左右 所以说呢 把慈禧抬出来 进行了防腐处理之后 最后呀 原缝不动的呢 又放了回去 现在依然是头朝北 脚朝南 阳躺于关中 那么当时他们也说了 说从所以后呀 他的光果不能再打开了 自古以来 没有哪个人死后 曾经三次入恋 也就是慈禧吧 那么他死后 为什么不腐烂呢 关注木子 咱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